从2024年开始 每年的5月13号到19号 都是台美人传统州 在这一个礼拜呢 会举办各种活动 记者今天来到一场圆游会 而圆游会的主题就是这一个 就能代表台湾的珍珠奶茶 台湾珍奶节邀请到 幸福堂 汉林 清源 日清凉月 85度C等男家知名奶茶品牌社滩 让美国民众透过珍奶 认识珍奶的发源地 台湾 现场摊位包罗万象 从农特产品 文创商品到各式美食 还有摄飞镖 套圈圈等游戏 洋溢着浓浓的台湾传统味 今年呢我们在Montreport公园 其实已经20几年了 我们就不断地在创新 然后我们的摊位呢 也越来越多元化 越来越多 今年我们是已经把这个场地呢 都爆满 已经塞到不能再塞了 所以我们觉得明年可能会继续成长 那在每一年的活动当中呢 我们都有不同的想法 都有一个不同的祖宗 我们今年跟这一两年 其实都是希望呢 会有更多的台美人 还有年轻的小孩子 二代三代 在很活泼生动的地方呢 来认识他们爸爸妈妈 或是他阿公阿嬷的国家 所以今年大家会在我们的活动上 看到有很多很多都是为了小朋友 二代三代所设计的活动 众多嘉宾也前来共享盛举 分别有国会众议员赵美新 加州众议员方树强 蒙氏市市长黄太平 以及驻洛杉矶台北经文处处长 季清耀等人 分享台美之间的民主价值 台湾的蒸奶在世界是风靡全球的 那我们希望借由蒸奶节的活动 能够让美国的民众更加认识台湾 那未来把台湾作为 观光旅游的一个目的地 那今年是台美关系法 立法的45周年 我们期盼未来台美关系更加的紧密 那今年的5月27号 在日内瓦将要举行 第77届的WHA大会 那今天我们在现场也设了一个摊位 希望我们的美国民众一起来联署 支持台湾参与WHA 透过发迹于台湾的珍珠奶茶 不仅风鸣全球 还能为全世界展现台湾的独特之处 董事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